用促容槍在织布上将毛线穿过去 从另一面来看 织布上的图案就渐渐成型 手作地毯的课程近来相当受欢迎 我们主要是用一个机器叫做促容槍 然后把毛线穿过去 然后用毛线一根一根地把它打出来 基本上有点像刺绣 只是它是用机器去制作的 对 基本上做完之后 因为你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去做 会通常是一种观赏用的地毯这样子 你可以垫在桌子上 可以挂在墙壁上做装饰 大家都会选 我觉得看大家的图案是蛮有趣的 因为就看得出来 他们最在意的东西是什么 有可能是他们的狗狗 有可能是他们喜欢的一些动画 或是说有些人会做跑步之类的 那就从他们的图案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 除了呈现出喜爱的图案 勇于创新的梦梦老师也不断尝试新的手法与变化 让手作地毯呈现出不一样的视觉风格 这个是因为我很想要去郊外旅游 就是这是我向往的生活吧 就是我喜欢这样子的风景 这样子的地方 然后所以我就把我喜欢的东西 我脑中想象的东西就是做成地毯 因为我想要就是实验地毯 就是不同的材质 我不想要它只局限于我们平常接触到平面的地毯 我希望它有更多不同材质的变化 所以我在这边就是试了一些这样子的效果 还有可能渐变之类的 那在我其他作品我也会就是蛮常尝试不同的材质这件事情的 渐变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我们地毯其实很少可以做到渐变的效果 它通常都是一个色块一个色块 那你可以用一些就是特殊的手法去做一些 有一种渐变的效果出来这样子 渐成颜色 对对对对 例如说这个有白有蓝这样子 对对对就从浅色一点的蓝变成深色一点的蓝这样子 那你说一个地毯如果顾客自己要DIY一个地毯 大概都要多久 如果是这种尺寸的话大概就是五个小时左右 因人而异 就是有些人可能比较快一点 有些人可能会比较慢一点点这样 自己手作完成地毯 让创作的民众获得满满的成就感之外 也可以成为情感的寄托与表达 我们的特色是我们希望来上课来体验的朋友 我都感觉到手作的独特还有一种温暖这样子 就是在这么压力大的环境里面 然后可以留一份时间给自己独处 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一个作品出来这样子 就是有一个人他是自己独处的 然后呢他就过来做一个地毯 然后给他的猫咪这样子 然后他就把这个东西拍成影片 然后我们也看到那个影片觉得很感动 他就是他的整个他的channel 就是都是关于他跟他猫咪的互动 他为他猫咪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那我们就看到我们完成的地毯 给他的猫咪舒服地躺在上面这样子 那我们也觉得真的很棒 香港艺术家默默老师喜爱艺术领域 因缘际会接触到手作地毯 后来自创品牌 希望将这份手作的温度传递给更多人 我在香港念艺术的时候 其实就有接触很多手作的东西 比如说视觉艺术设计 平面设计 空间设计这些 然后在台湾深造艺术的时候 也接触了很多不同领域的艺术 那也机缘巧合中就是接触到手作地毯 然后我也有经营IG 然后开始越来越多人想要跟我上课 后来就慢慢投入这个创业的过程这样子 我们大地毯的话通常都是12点开始 到下午的5点 基本上是一整天的时间 然后小地毯的话呢 基本上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那一天有三场 每天都会有开课这样子 然后当然会希望大家做完之后 会有满满的成就感 然后他们会觉得很开心 我们也会在他们身上 就是获得一份另外的我们的成就感这样子 梦梦老师说品牌进驻到松山文创园区 他很喜欢这里的环境 很多顾客群也都是手作的爱好者 就是除了环境非常的漂亮 然后这个空间 而且来的人也其实蛮适合我们的 他们通常对于手作的课程或体验的课程 其实都蛮有兴趣的 那我们也很乐意 就是跟他们交流我们的意见 也会就是去参观别人的设计馆 就会觉得 哇 大家都是很厉害的创作者 也就是互相学习 小红花手作地毯呢 其实正是现在时下最流行的 一个手作课程的一个品牌 那消费者呢 可以借由自己的双手 透过注农枪这个工具 可以完成他们自己专属的地毯 而来园区的民众呢 其实也可以找出 属于自己毛小孩 或者自己喜欢的图样 来到小红花手作地毯这个空间 亲自的用双手 来完成一个属于自己特色的一个地毯 都有耶 年轻人的也有 然后让我比较 就是因为我平常也会来 就以为文创园区都是年轻人 但其实也有蛮多阿姨啊 或者说比较年长一些的人来逛园区 而且他们对于我们在做的事情 也是非常好奇的 那我们也是很乐意 就是跟他们说我们正在干什么 让大家一起体验看看 让他们接触一下我们 就是正在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这样 有时候是可能一堆好闺蜜这样子 然后有些是老公 然后送老婆这个手作的课程 然后他们一起来 我就觉得哇 好棒哦 自创品牌手工地毯 希望致力推广手作带来的成就感 也让民众沉浸在疗愈的手作环境中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